每周五次每晚六点央视七套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今天呢我要给您讲述的故事啊发生在今年的六月一号 可以说没有孩子不喜欢这个日子 因为在这一天爸爸妈妈总会想尽各种办法满足孩子们心头的愿望 让他们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个节日 可是就在这一天湖南湘雅三医院里却有一个孩子 让已经见惯了生老病死的医生护士们都掉下了眼泪 那么这个孩子究竟怎么了 他的情况为什么会让和他非亲非故的医生们这么难过呢 孩子被包裹在一张毯子里 当大家掀开被子看到孩子们的脸时 在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在我们医学上来说也可以就是毁容50%以上 在刷眼睛以下 鼻子周边和口桌全是疤痕 光头里的那个眼睛上 眼神上都是那种特别无座特别无力的那种眼神 虽然孩子脸上的伤比较重 但是基本已经愈合 那么他现在又因为什么被送到了医院呢 医生立即想找到送孩子来的大人问问 可是奇怪的是 那人却不见了踪影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把孩子送来医院的呢 大家之所以这么肯定 是因为这个人穿着湘雅医学院保安的制服 那么这个保安是孩子的什么人呢 他为什么把孩子送来后就消失了呢 为了弄清孩子的病情 医生决定先给孩子做检查 当他们把毯子解开时 眼前的景象让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打包裹来臭就可以不别了 双下肢呢没有皮了 上面都是绿色的笼 还有呢就是左手 十指 中指和膜子的末节 中末节都没有了 并且手掌呢已经出现了一个完全的圈转手 手掌的发痕朗树 脚趾头大部分不在 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呢 从伤情上能看出他是怎么受的伤吗 小朋友的烧伤这么严重 这也是我们很少见到的 家庭上的40多了 我像他的的情况 强求成人的几率本身就不到百分的20 不强求就了也不过在几个小时内就 情况这么危急 虽然没有家长在身边 医生还是决定迅速对孩子实施抢救 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切为了小孩子 这个孩子能挺过来吗 他又是怎么被烧得这么重的呢 这么危急的情况下 他的家长又为什么会消失了呢 这时突然有人在地上发现了一张纸 好像是刚才打开包孩子的毯子时掉出来的 纸条上的内容 难道和孩子的身世有关吗 好心的医生 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吧 我可怜的孩子 妈妈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大的灾难 妈妈对不住你啊 没好好地带好宝宝 现在妈妈怎样自责去后悔都没用了 妈妈是没办法才把你放在这里 其实妈妈也很痛苦 更多的是无奈 因为医生已经叫我们放弃了呀 给你治好后 两只脚不能走路 将来也是害了你一生一世 妈妈不想你懂事后 痛苦将一直陪伴你 放你在这里是听天由命了 希望好心人能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 纸条上的内容让大家明白 这个可怜的孩子是被她的妈妈遗弃了 她能够做出这一步的选择 选择能够丢弃她 她妈妈我想她经过了很大很大的事情 我想因为这小孩前期可能在资料过程中发的费用比较大 从她家庭来说肯定是承受不了了 在这样做 在走这步棋吧 贺香义 原来这个有着一双漂亮大眼睛的孩子 有着这么好听的名字 而这个义字是指太阳在云中忽隐忽现 并不常见 她妈妈的写的那个东西 我想她妈妈也肯定还是得过一些书 有一定的文化是水平 由于这个字不常见 大家决定给孩子起个小名叫杨杨 杨杨 那么送杨杨来的医院的保安 是捡杨杨的人吗 还是她认识杨杨的妈妈呢 我们决定去找她问问 魏满洲岁的男婴 全身不满伤痕 生命垂危 不抢救的话 也不过几个小时 他为什么伤得这么重 他的父母为什么没在身边 医院能否挽救她的生命 请继续收看 救救小杨杨 由于那名保安 穿着湘雅医学院的保安制服 我们找到了湘雅医学院 很快 我们就找到送杨杨去医院的保安老董 那么她是怎么见到杨杨呢 原来老董并不认识杨阳 而是她发现了杨阳 我们注意到 杨阳被放置的地方 是湘雅医学院主楼右侧 二楼楼梯的拐角处 那么杨阳妈妈要来到这里 会从哪儿进呢 过来 从这个楼梯上去 白海 我们实际上我们四个人 都已经在边上 已经站望了一下 是不是有人在等 等我们把这个小孩 是不是 报到110 是不是有这个迹象 我们几位同志就出去了 去查了一下 在周围了 因为作为一个母亲 能把自己的小孩扔掉的话 心里还是平常 后来怎么样查了以后 现在查了以后 我们就没发现 有这么一个迹象 这时我们突然想起 我们曾经做过的一期节目 在大连的一家医院 监控录像 拍下了一位母亲 把所有残疾的女儿 遗弃在了医院的过程 那么这些地方 会不会有监控摄像头呢 会不会也拍下了 杨阳妈妈的身影呢 咱们那个楼里 没有监控录像 没有 有可能拍到去 没有 没有 半夜的校园里 肯定没有人走动 杨阳的妈妈 选择这个时候 把孩子遗弃 看来也是担心 被人看见 可是她为什么 又要把孩子遗弃在 湘雅医学院呢 湘雅三医院 是全国的一个 稍稳培训基地 我们在这一个治疗上面 至少可以说 在我们湖南省 是最好的 湘雅三医院 与湘雅医学院 只有一墙之隔 而医院里的摄像头 会比学校里的多很多 对这边情况 不太熟悉的话 她肯定会把它 送到很热闹的地方 这样子发生 她的人会更多 她把它当 送到我们 湘雅医学院 她也很 她可能 心里知道一点 或者是以前 在哪里 资料是别人 给她接受过 羊羊妈妈留的纸条 的确就是 直接写给医生的 现在急诊室里 羊羊还在紧张地 被抢救着 她能坚持下来吗 已经是下半个症 极度的贫血 第三大高 就是第三个血症 极度被免免不了 这小孩 肯定在这个时候 可以超过的可能存在 在各知 我们已经证实了 羊羊是弃婴后 医生们的心路 多过好受 那情况是 每个人看的心里 哪受 我小孩在 一岁左右的时候 我们看着他 天真无邪的眼睛 总是想着 怎么样去 让他过上 更舒适一点的日子 或者是 怎么样让他 更对这个社会 感觉社会上的温暖 感觉家庭的温暖 看着这个小孩的时候 总是看到他 不想不想 他的眼睛 那是祈求的眼睛 在心里面 非常的难过 而且医生们知道 即使羊羊能够闯过这一关 接下来 还会有非常多的手术 在等着他 双膝关节 双怀关节的腹位 和关节周边的松节支皮 我们第一阶段的治疗 我们是非常准确的 就是把双下巴的串面 完全覆盖 我们估计两次手术 能够皮肤覆盖 而这些医疗费 该怎么办呢 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非常连爱这个 既无辜又可怜的小生命 所以我们的病房的医术 故事啊 还是之中 纷纷捐些了一些钱 医院为他捐了钱 可是这些 对于羊羊高额治疗费用 远远不够 这些费用 又该去哪筹措呢 对于这一点 医院非常为难 送到医院之后 再没人过问了 找不到家属了 或者找了也不来了 这个情况呢 我们每年都一十多个 每年大概要花掉 两三百万的经费 对一个没有父母 的一个一岁的小孩来说 我们确实既怜爱他 既同情他 确实的我们也感到 非常的为难 像这样把生病的孩子 遗弃的情况 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 这个问题 也困扰着全国的各大医院 我们社会 非常需要一个 正常的机制 处理这些问题 我也想呼吁 我们的父母 在孩子遭到不幸的时候 应该更加要有 父母的爱心 羊羊的妈妈 把羊羊遗弃 把责任转嫁给了社会 逃避自己 应该承担的养育和治疗的责任 那么这种行为 实际上已经是违法了 如果他还一味的逃避 终有一天会负上刑事责任 我们也奉劝那些 有一切孩子想法的父母 尽早打消这种想法 勇敢的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而且我们也相信 羊羊的妈妈 实际上内心每天 可能都在备受煎熬 那么羊羊的妈妈 会不会承受不了内心的压力 而主动的站出来呢 现在羊羊还在和死神搏斗 羊羊能不能挺过这一关呢 如果她挺过来了 那么以后的治疗费用 又该由谁来担负呢 虽然我们记者和医院 也在努力的帮助羊羊 筹集治疗费 但是一直没有结果 那么她手术费用 该怎么样才能筹到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地铜饼饼干 上海资瑞食品 马人骑风风景区 安徽五湖 和谢龙虾资料 中国名牌产品 金康达 科技创造未来 金赛博百业 古有美玉和士币 金有美酒 真业 戴在眼睛上的电视 就是爱看 以思达 戴在眼睛上的电视 就是爱看 以思达 喝家欢乐 喜得子 海喜堂喜得子 上海喜得子 青山绿水 活力自然 乌龙山百合凉茶 招商热线 0743-629-1318 为健康生活加油 汤帮美味野生核桃油 男婴全身40%被烧伤 生命垂危 却被父母遗弃 他的父母在哪儿 能否被找到 医院全力抢救 孩子能否转飞为安 请继续收看 救救小杨杨 我们来到乡亚三医院 小杨杨坚持下来了吗 我们在烧伤病房找到了他 小杨杨看起来 比刚送来时 脸色红润多了 一双脚上 缠着厚厚的纱布 那么他现在的情况 怎么样了呢 病的情况明显好转 赶紧控制了 伤口在愈合 看到窗面 二就是胜利液 阻挡阻挡减少 辅浪的东西 阻挡阻挡减少 医生告诉我们 在治疗杨杨的这段时间里 和杨杨接触过的每一个人 都深深地被这个孩子打动了 小杨坚持肯定是专心的 我们给他打针坏压的时候 他不哭不闹 经历过我也喝了十多年的 老夫是吧 没有看到学生 像他那样子 就是说 不叫一声 动动不动一下 仅仅就是每一口中来下 这孩子生命力非常地文静 这孩子的眼神非常坚强 看着杨阳的笑容 我们的心里却非常难受 他长大后 知道这一切 他那双大眼睛 还能这么清澈吗 这使我们的心里有一个疑问 孩子一般都会黏着妈妈 而这段时间里 他有找过妈妈吗 这就说明 杨阳非常渴望母爱 可是她的妈妈 在哪呢 还能找到她吗 我们决定试试 杨阳的妈妈 留下的那张字条 是目前唯一的线索 我们注意到 纸条上有这样一段话 也就是说 杨阳妈妈 曾经带杨阳去治疗过 而医生从杨阳的伤情上 也肯定了这一点 这烧伤应该很长时间 如果没有治疗 这么大片给她烧伤的话 她到底是不会活下来的 她的嘴子上面有一个线头 这个线头是怎么留上去 我们现在都还搞不清楚 那个线头可能在这 到医院才会有的 既然如此 去其他医院查询 会不会找到杨阳看病的资料呢 我们湖南省有一个烧伤棉 全省各县级以上医院的烧伤科的主任 都来了 然后我们当时在会上也骑 骑到过小阳来 但是都说 类似的病 这就说明 杨阳没有在湖南县级以上的医院治疗过 难道杨阳不是湖南人 然而杨阳的名字里 又有一个箱子 这可真让人想不通了 那么杨阳究竟是哪儿的人呢 这时我们突然想到 再过几天 杨阳就一岁了 一岁的孩子应该会说一些话 我们能不能从杨阳的口音里 找到一些线索呢 她现在还不会说话 包括一些简单的发音 她都没有 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奇怪 难道杨阳并没有一岁 纸条上的出生日期是假的 还是杨阳智力有问题 或者是她根本听不见呢 你跟她说 你跟她讲话或是什么 她有这个意思给你去教理吗 因为她受伤了 因为她出现了这么一系列的变故 所以小朋友跟他们的发育 就比较紫正一些 这是科医的一点 看来是受伤 严重影响了杨阳的发育 那么我们能不能根据姓名 和出生日期 查到杨阳的家呢 我们找到了户籍部门 在得知了我们的来意后 户籍部门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你确定是我们湖南的吗 不敢确定 她现在上面任何线索 都没有只有这个名字 和这个出生日期 那好吧 我在全国网上给你查一下 好好的谢谢 如果是小孩的话 极有可能是没有上户口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名字或者生日 有一个不正确 户籍民警建议我们忽略出生日期 便用同音字来查询 这样全国只要名字的发音 和这个类似的都会被查出来 也许我们能从中找到线索 这么大的查询范围 我们会有发现吗 杨阳的妈妈还能找到吗 她现在会不会躲在医院的角落里 偷偷地关注着杨阳呢 我们又迅速赶回杨阳的病房 医生说杨阳正在换药 由于她的双腿已经完全没有皮肤 换药时的那种疼痛是无法形容的 而杨阳每天都得承受一次 什么时候才能筹到杨阳直皮的费用 让她早日摆脱这种巨大的痛苦呢 就在这时我们发现 旁边有一位年轻的妇女哭得非常厉害 她是谁 她又为什么躲避我们的镜头 难道她就是杨阳的妈妈吗 突然出现在杨阳病房里的女人 会不会就是杨阳的妈妈呢 那么她会不会是顶不住巨大的心理压力 才出现了呢 杨阳这个可怜的孩子 用自己的力量坚强的活了下来 我们这些大人该如何帮助她 继续坚强的活下去呢 那么杨阳的手术费用 又该怎么样去筹集到呢 还有什么新的线索出现 帮助我们 指引我们去寻找杨阳的妈妈呢 明天我们的节目中会继续来关注小杨阳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生活五期和你在一起 明天还是这个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